但我們來關心今天的全球大頭條 我們請來國際中心的主播黃盛凱 那麼今天我們要聚焦的是 英國已國的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國葬儀式 昨天儀式當中有一幕非常催淚 沒錯 其實就是威廉凱特的長子 只有九歲的喬治小王子 他低頭插淚的畫面 讓很多網友看到就說 他們很想掉淚 那麼另外一個焦點 那麼就是梅根了 他被拍到流著眼淚替女王送行 而且哭到妝都花了嘴唇還戰鬥 不過也有媒體不買單 說他非常做作 好 明明都是一樣在哭 但是網友的反應卻大不同 由此可見這個梅根 他在英國民眾當中的支持度 可能真的沒有這麼的受到歡迎 我們持續來看到英國當地時間 9月19號晚上的9點12分 也就是台灣時間凌晨4點多 王室已經正式發布聲明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 完成下葬的儀式 那對英國人對世界來說 在這一刻他們告別了一位傳奇女王 但是對1947年走入婚姻的 伊麗莎白二世而言 她相隔了一年 終於跟她的一生之愛 菲利普親王重新聚首 而在國葬的典禮上 大主教威爾比她就說了一句 We will meet again 我們會再相見 其實這同時也是 女王當時在新冠疫情 剛爆發的時候 她對英國民眾說的話 她當時就說了 We will meet again 疫情結束之後 我們再來相見吧 而在昨天9月19號 倫敦的街道是通通擠滿了人潮 因為這些民眾他們知道 如果錯過這一次 跟女王的最後一面 以後也沒機會了 那是當時在沾周的胸口 when the coffin came by and so slowly and the family behind and so the family just looking straight and you actually realise that actually we will never see our lovely queen again and we're so used to seeing her on television at events everywhere 在昨天登場的國葬典禮上呢 你可以想像會有很多的音樂很多的詩歌 除了特別為女王國葬製作的歌曲之外 女王她當時結婚演唱的讚美詩 還有她加美典禮加冕典禮時的歌曲 在當時的國葬當中都一一的重現 那國葬的句點則是由吹笛者演奏一曲 睡吧 親愛的睡吧 畫下了最後的句點 炮響後女王的靈鹫緩緩從西敏廳出發 前往西敏寺英國三軍列隊 查爾斯三世率領王室成員 而這次被拔除軍銜的安德魯王子 和退出王室的哈利王子都沒有穿上軍服 送葬隊伍3000多人是英國70年來首見 遠道而來的國際元首 美國總統拜登和妻子吉爾達成專車抵達 韓國總統尹錫悅夫婦和法國總統 馬克宏夫婦依序進場 隨後女王靈鹫在皇家海軍護送下進場 查爾斯三世安妮公主 哈利王子緊跟著威廉王子與兒子喬治王子 隨後是凱特王妃與哈利王子的妻子梅根 女王國葬儀式登場 由西敏寺主任牧師霍伊爾主持步道儀式 英國首相特拉斯也在葬禮上親自步道 耶穌說給他 我曾經跟著你這麼長時間 還未曾知我嗎 唱完聖歌後 包括強身在內的前英國首相 其位女王莫哀 此刻全英國彷彿時光凍結 所有人不發異語 像在位70年的女王莫哀 不過過程中也發生了一點小插曲 一名士兵體力不支昏倒在地 立刻被抬上擔架 女王林舅離開西敏寺 前往威林頓拱門 之後從馬車換到鄰車 沿途在英國人民的目送下 女王林舅抵達溫莎城堡 棺木進入聖喬治教堂 進行入土儀式 伊麗莎白女王奉獻英國70年 如今終於卸下重担 和一生之愛菲利普親王 長眠溫莎城堡 喬治六世紀念教堂 進行文林美杰林立位報導 好 除了在倫敦街頭的民眾 其實女王這一場的葬禮 全球都在看 根據估計的數據 全球的收拾人數 預計會超過41億 那等於是全世界超過一半的人口 在9月19號這一天 都在關注這一場 世紀國葬 我們馬上來帶你看到 其實就連平常 應該熱熱鬧鬧的 日本酒吧 都在當時 都在轉播 女王國葬的典禮 那在日本呢 其實他們最近 因為要不要幫前首相 安倍晉三 舉行國葬 引起了很大的討論 那這一次 女王的國葬 也許可以給日本人 有更明確的想法 其實在女王國葬開始之前呢 這個凱特王妃 她本來是不太希望 讓自己的小孩 也就是女王的曾孫 出席國葬 這麼嚴肅的場合 不過在王室的建議之下 在國葬當天 王室的新時代 真的現身 同時也引起了大眾的討論 我們來看到 凱特9歲的長子 喬治王子 跟7歲的女兒 夏綠蒂公主 他們兩位呢 其實都有被列在 王位的繼承順序 其中這個9歲的喬治王子 她的繼承順位 是在第二位 就在她的爸爸 威廉王子的後面 那夏綠蒂公主她是在第三順位 整場儀式 你可以看到 這兩位她都跟在 凱特王妃的旁邊 一起走進西敏寺 參加國葬 那這樣一個畫面 讓英國民眾 其實非常的有感觸 因為就好像看到 二十幾年前 當時戴安娜王妃 過世之後 走在後面的 威廉跟哈利一樣 而接下來這一個畫面 更讓人鼻酸了 也在推特上 引起廣大的回想 你可以看到 這年僅9歲的 喬治王子 他剛入座 馬上就用他的手臂擦淚 那接著 這凱特就立刻拍拍他 給他一點安慰 英國媒體Jelly Star 他就說 這一幕已經觸動了 所有王室粉絲的心 有網友也留言說 看到這一幕 他的眼淚其實不自覺的 就跟著流了出來 那除了王室的新世代 受到關注 接下來這一幕 更受到了熱烈討論 你可以看到 這個女王的靈柳上面 出現了一位 不速之客 在搭便車 仔細一看 原來在這一個 白色的小卡上面 有一隻小蜘蛛 那就這麼剛好 他就停在查爾斯三世 親筆寫給女王的小卡片上 當然就在網絡上 引起了熱烈討論 那英國網友就說 這個蜘蛛在英國的文化裡面 代表的是 古老的智慧 平衡跟連結 那這剛好呢 都是女王平時給人的印象 那其實蜘蛛在其他的 很多傳統文化裡面 通常普遍呢 也代表一個好兆頭 尤其是熱愛大自然的女王 他當然也很樂意 讓這一隻 現在大概是 全球最紅的蜘蛛搭一搭便車 那除了蜘蛛之外 大家關注的動物 還有女王的科技犬 其實這兩隻科技 你可以看到 摩伊克跟Sandy 在昨天 他們也在溫莎堡 等著女王的靈舊 抵達溫莎堡 要陪伴她 走完最後一程 那女王登基的時候 她誓言要履行 王室的職責 一輩子 這一幕你可以看到 英國的公務大臣 把她的手杖折斷 同時也代表著 女王的時代正式結束 那在哲學十九號這一天 女王讓大眾見證了她的告別 也算是卸下了 背了七十年的重擔 以上是今天的全球大道條 把現場 交給主播